好理行 公元189年 董卓率领大军杀进了东汉的都城洛阳 纵容部下在城内大肆抢杀 烧毁房屋 将整个洛阳变成了废墟 随后挟持九岁的汉先帝西迁长安 以袁绍为首的各方智力 组成了盟军想要讨伐董卓 各方由此便开始了大混战 目睹眼前的乱象 曹操便写下了这首好理行 好理是指埋葬死人的地方 行代表歌行体 好理行原来是岳父旧体 曹操借以写时事 关东有意识 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蒙金 乃心在咸阳 初期这本来期望 蒙金则是武王伐咒时 大会八百诸侯的地方 借指期望关东诸侯 能像八百诸侯一样 齐心协力 咸阳则是长安 董卓的暴行 引起了大家的愤怒 关东诸位义士 共同起兵前来讨伐 本来期望各位能像 武王伐咒时 会合的诸侯一样 同心协力 共同对抗长安的董卓 可是军和力不齐 躊躇而验行 势力时人争 四环自相枪 躊躇只待犹豫不前 四环则是后来不久 枪则是枪杀 没想到讨伐董卓的 各路大军会合以后 都不肯齐心进攻董卓 反而在营地里 日日勾心斗角 犹豫不前 更恶劣的是 为了争夺势力 盟军不久就发生了内乱 彼此攻杀 讨伐一事 也就就此失败了 不久 淮南帝称号 克喜于北方 称号指的是皇帝名号 喜是皇帝的印章 盟军溃败以后 各方的野心就显露出来了 原家兄弟帆目 袁树在淮南自立为皇帝 袁绍则在北方 刻好了喜印 密谋废除汉县地 再立新皇 接着 铠甲生起狮 万幸已死亡 白骨鹿于野 千里乌鸡鸣 铠甲指的是战袍 群雄相争 战火愈演愈烈 战士们常年厮杀 一直没有脱下的战袍上 已经长满了狮子 战争所到之处 千千万万的百姓受到牵连 大片大片的死亡 他们的尸骨暴露在原野上 无人收埋 此地已经没有了人烟 千里之间都听不到一声鸡鸣 声民百依依念之 断人长 生是指活着 念则是想到 在这样残酷的杀戮和战乱中 一百个老百姓里 恐怕只有一个还活着呀 这样的景象是多么凄凉 在这首诗的前半部分 重在书粪 曹操 隶属袁绍等人的恶劣行径 他们借着讨伐的名义起兵 却未去阻止董卓的暴行 反而各怀野心 将战火愈演愈烈 淮南地称号客戏与北方 这种行为和董卓有何区别 实在让人愤怒不已 诗歌的后半部分则重在写悲 话锋一转 诗歌的关注点 放到了千千万万的百姓身上 他们被迫卷入了这绵延的战火之中 奔跑在逃亡的路上 大片大片的死亡 整个中原大地 到处是铠甲升级师 万幸已死亡 白骨鹿已野 千里无鸡鸣的惨象 何其悲凉 由此我们也更能理解 曹操安定天下的报复了 诗歌前后 由强烈的粪 转入沉痛的悲 整首诗 充满了慷慨激昂的情绪 正如后人所评 曹公骨质 甚有悲凉之举 后里行就先讲到这 大家快去答题 抢金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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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